百香果怎么分甜还酸 普里果农告诉你 每天出外景累死了 这边有个吊床 趁这座人不在 我来偷偷地睡一下好了 小姐 小姐 你怎么在我吊床上睡着了 没有啦 大哥 因为我刚刚觉得有点累 所以坐在你吊床上休息一下 我这个吊床是要给百香果睡的 你躺在上面不要把我弄坏了 百香果就好好长在树上就好了 他睡吊床干嘛 你不懂啦 这个百香果成熟后掉下来 用网子接住 他才不会掉在地上啊 好 那我想看看 百香果睡的吊床 到底长什么样子 你带我去看好不好 走 原来这吊床别有用意 百香果成熟 抗拒不了地心引力 掉在地上 就会变成了刺激品 价格当然也有差异 于是聪明的普利果农们 想到了用吊床接住 让顶级百香果产量大幅增加 老板 我有一个问题 百香果就是 它成熟掉在地上 这很自然一件事情 为什么要用吊床把它接住呢 这你就不懂了 这个大大的不同 这是用网子接住的 来 试试看 试试看 超甜的 超好吃的 很甜喔 来 再试试看 这地上捡的 长一点就好了 这蛮酸的耶 很酸喔 百香果掉在地上就变酸了 老板怎么会这样 这边有一层薄膜 它只要掉地上撞击之后 这层薄膜会分泌果酸到果肉去 就像这样子 果肉分离 它不会淋在果皮上面了 所以它就是酸的了 原来有天果农们在无意间发现 掉在地上的百香果 会失去原有的甜度 口感变得比较山色 几经思量才想到了 用吊网这个方式解决 除了防掉落 更可以让采收时间变得更短 这样一颗颗剪麻烦死了 要剪到什么时候了 小姐 天黑了 你这样剪到什么时候 来 这给你用 老板 你是知道天气热 我现在有想洗八点是不是 你想太多了 这个给你老百香果用的 这个老百香果 这样子 这样捞起来是不是 这样真的快很多耶 对 要照你用一颗颗剪 要剪到什么时候才剪得完 百香果相当的熟食 每天大约下午一到两点 就会自然掉落 趁着好天气 工人们赶紧前来采收 不过别以为收完就能拿去卖 要吃到甜甜的百香果 还有一个独门绝招 大哥 你现在在做什么 是不是想要把它暗扛起来 不让我吃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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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百香果是属于 后手型的水果 如果说采下来之后 帮它盖棉被盖个两三天之后 它的这个梗会干掉 这个时候百香果会更好湿 风会更好 那如果天气冷一点怎么办 天气冷 这个盖棉被大概要盖一个礼拜左右 百香果要盖棉被 第一次听到吧 因为刚才下来的百香果 还有点酸液 可可后面被把热气包住 才可以让百香果ey酸退色更香甜 老板你们这样挂完吊床 等果实际落下来 工作好像有点轻松 没这么简单 知道啊 我们随时来寻看看 看那个叶子有没有太茂密 如果太茂密 还要拔掉一些叶子 好 可是人家不是叶子越茂密越好吗 为什么你要把叶子拔掉 因為百香果日照不俗的話 它就會變百佳麗了 百佳麗 百佳麗大美女對不對 而且一白遮三愁為什麼不要 不行... 百香果一定要黑美人才行 所以黑美人跟百佳麗 他們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它的味道不一樣 甜度會稍微差一點 因為它日照不夠 然後就是吃起來會多一點味道 那個味道要自己吃 難以形容對不對 對... 所以說這個 市場也有在賣 不過大部分都是到工廠去做果汁的 做果汁 對 我現在有點渴耶 老闆 你可以請我喝杯果汁嗎 走 我帶你去 好 一藍藍的果汁倒入機器中 榨出新鮮原汁 之後便製作成果凍 濃縮果汁 還有蒸餾酒 富麗是百香果的故鄉 佔全台種植量的九成 除了將刺激品加工 以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價值外 還有為主廚將百香果入菜 為推廣百香果貢獻一份心力 因為這個季節 剛好7月8月 7月中8月開始 到我們的農業前 農業年前 正好是我們南投縣 福利鎮的那個百香果 最盛產最好吃的這個季節 其實我們小時候的印象中 百香果會有粗戀的滋味 就是在酸甘甜酸甘甜 酸酸甜甜的百香果 使用在涼拌料理以及甜點中最適合 無論是山珍海味鮮酥盤 百香果山藥中 或者是黃金泡菜 角白筍 還有百香果醋香魚 都是最適合剩下的好滋味 另外這道則是小朋友的最愛 一口咬下竟然有大驚奇 原來是廚師用巧克力製作湯匙 幾句巧思 再來就是百香果阿娜娜奶酪了 兩道水果與香醇奶酪 碰撞出獨特的絕妙口感 在地食材在地推廣 讓南投埔里的百香果大放益彩 歡迎大家來保利吃在地好食材 吃在地吃冬季